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上周AMD发售了6500XT 虽然不能挖矿 但搞了个PCIe 4.0X4的带宽 让不少人吐槽 4G的显存对一些大型单机游戏也略微不够 一周以后NV的3050显卡发售了 当然这个发售有些人哭笑不得 1月27日 绝大部分的店铺其实都春节放假了 在1月21日的时候 不少经销商就偷偷开始把3050拿出来卖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已经很大概率得到春节后再去购买了 目前ETH的价格跌的比较厉害 春节后显卡价格到底如何 会不会有人出一些矿卡 谁也不知道 那我们目前也是仅仅针对春节前的趋势 做个性能上的测试吧 我们拿到的 是RTX3050是印重的 黑金至尊OC 367的设计语言 严习印重30系卡 和之前测试过的206012级也是同一外观 短PCB导致供电接口在显卡中间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是风扇供电线全横在接口附近就很不方便了 插发供电线的时候容易被这个线卡住 拆开显卡后发现阉戈的挺厉害的 使用的还是GA106核心 GA106-150 360黑金至尊OC用的是四热管头底 20用的是三热管 而到3050就变成双热管之处了 供电只有四项 显存打热电倒是不吝啬 即使只有四颗显存也给你全贴买了 从GPUZ看 核心数为2560个 比3060 3584个少了近三成 其他核心规模也有不小程度上的减少 显存位宽128bit 显存容量8G PCIe通道数降成了PCIe 30X8 就算在老平台上降到PCIe 30X8也没太大影响 相比6500XT的PCIe 40X4 在老平台上降成了PCIe 30X4就好了不少 FoneMark烤机时候的功耗130W 核心温度69度 热点温度接近80度 风扇2000转 虽然这款确实没有那么理想 不过对于这款卡倒也不必过于计较 由于3050专卡推出的时间和6500XT很接近 就继续测试和那期视频一样的项目 这一笔显卡还有硬重的电竞判可GTX160 Super X2 RGB RTX2060 X2 RGB 注意 3050是支持ResessableBud 能提升一丢丢的性能 我们开启了这一功能 别的几档卡都不支持 测试平台还是和之前一样 CPU i3-1010F 主板华硕的B60M-K 内存两条8G频率3600C14 3DMark理论的跑分中 3050的图形分比160Super高了约5% 和20606GB还有不少差距 Sesco运行的时候 3050的频率最高能跑到1965MHz 比别的两张N卡略高 而功耗甚至比160Super还低 最终的帧数则是刚好介于两者的帧中间 2060为464帧 3050为439帧 而160Super为417帧 追求帧中 3050和160Super都保持了比较高的使用率 而2060的使用率要稍微低一些 导致帧数没有比3050高多少 350的功耗依然是三者中最低的 最终的帧数表现 2060为193帧 只比3050高了2帧 160Super为179帧 另一个经济游戏彩虎6号在中画质的情况下 即使CPU的压力比较高 加上显卡也都还是达到了比较理想的使用率 接近满载 最终的帧数为2060 273帧 3050 259帧 160Super 220帧 几个三人大多的表现也是非常相似 由于都是在中画质下运行 几个游戏对显存的占用都不是特别高 最高硬零件也只有5G完全够用 不过像之前测试6500X7那样很容易爆显存 古墓令暗影 中画质每个卡大概差个10帧 看门狗军团 中画质几个卡差距倒也不是特别大 极限竞速地平线5 中画质几个卡也都有个100帧左右的平静帧 3050整体的帧数表现还是意料之中的 处于1660Super和2060之间 可以看到游戏的帧数表现 并没有像3D Mac普那样被2060拉开太多 有几个游戏和2060的帧数非常接近 游戏优化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3050制式Resizable bar 这个是老卡所没有的 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功能 可以靠这个弥补回一点帧数的差距 把部分游戏的画质调到最高 我们再进行测试 看看3050的8G显存会不会获得一些优势 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玩家是追求高画质的 彩虹6号其实是最高画质 这样的显存也没有变高多少 还在4G内 三张卡的帧数差距和中画质的情况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 最高画质古墓丽暗影和看门狗军团的显存占用 也都在6G之内 同样看不出特别明显的性能差距的变化 看门狗中的3050还是略微落后于2060 刺客信条硬帘最高画质时对显存的占用终于超过6G 3050和2060的差距变小了 差了两帧 比例从10%降到3% 听平线5的最高画质又会开启光追 对显存的要求会进一步变高 2060的6G显存就更不够用了 导致帧数被3050反超了 可见在某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8G显存还是有些用处的 这三张显卡整体来看 3050的性能略弱于2060 更像是一张带光追和DLSS的1660Ti 取代2060成为新的光追守闻员 这个性能级别的显卡开最高画质的光追 帧数肯定不会很理想 比如看门狗剧团里面最高画质开光追 加平衡级别DLSS帧数40多 要满足流畅运行的话必然还需要再牺牲一些画质 由于显存位款少又是比较新的卡 目前的挖矿内核还没有实现破解 3050ETH的苦力值只有14不到 再加上现在币价跌得很凶 每天的收益大概就3块钱不到 根据外媒VidioCastate转载的我们测试结果报道 假设3050为250美元 也就是1600人民币 投资回报周期都需要500天了 当然目前都是要加1000块钱的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把这个卡拿去挖矿吧 比较良心的是 NV没有像AIB那样在硬件的编解码器上进行阉割 3050依旧是支持DCS的NV ENC的解码器 当然对于大部分游戏户来说可能还是没有在意过这些功能 直播用户会有一些影响 最后总结一下RTX3050 差不多就是带光追的1660Ti 官方价格肯定是买不到的 但是目前2000多的价格 差不多就是2060 6G矿潮前的价格小过一些 当然有些所谓的豪华版奔着3000去感觉就有一些没意思了 虽然也说不上多便宜 但至少比6500XT略微好一点吧 主要是之前的N卡 16700的1650 网上基本就直接就是4000块的3060了 中间一块就完全断层了 而这个价格区间的购买需求是非常多的 之前很多人只能去买2000不到 去收点二手的1070 3050出来了至少有个全新的N卡可以买吧 毕竟1660 Super都能卖三颗头 还很少有货拿来卖 感觉都是被挖矿的买走了 3050的性能强于1660 Super 价格还便宜一点 比虚零预期贵个几百块 真的有需求的话就凑合用用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主要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是否会去购买3050显卡呢 欢迎订阅一下弹幕给我们交流 如果我们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们点赞到我们分享重要 如果想要点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让我们淘汰我们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